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试验 受试者只能看到橡胶手在被触摸 真实的手是看不到的 大家好 我是吴京平 这一集我们来认识几种事关生存却很低调的感觉 比如说这杯水 你摸没摸到它靠的是触觉 它是轻是重是靠的是压觉 东西烫不烫呢 这是温觉 烫得疼不疼 这叫痛觉 烫到哪了呢 那叫本体感觉 这个本体感觉 是指大脑对于身体各部分所在的位置 姿态 状态等等方面的感觉 比如说 我知道自己的左手在哪 在干什么 感觉怎么样 这些都是离不开本体感觉的技术支持的 刚才所说的触觉 压觉 温觉 痛觉 本体感觉 统称为 躯体感觉 简称就叫体感 这几种体感呢 给人的感觉都是挺靠谱的 似乎是很难出错 但实际上 体感也有错觉 而且在有些方面 错的还挺离谱 我们先体验一下温觉 就是是冷是热 我们会不会搞错 这儿有三杯水 是冷水 温水和热水 我们两个手各出一根手指头 一根放进冷水里边 一根放进热水里边 咱先适应一会儿 然后咱这两根手指头 在同时放进温水里 这个时候刚刚放进冷水的那个手指头 会感觉到热 刚刚放进热水的那个手指头 会感觉到凉 要知道这是同一杯水 我们却有冷热两种截然相反的感觉 那么这杯水到底是冷是热 其实这个试验还是挺好理解的 两种不同的感觉 就是前后温差的一个对比的结果 那么下一个试验可能就有点烧脑了 这枚硬币是常温的 这儿还有两枚硬币摆在桌子上 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零下十度 我们现在把它摆好 把常温的摆中间 然后用食指和无名指去触摸两枚冰冷水 硬币 你当然感觉到这两枚硬币是冷的 那么如果这时候用中指去触碰中间的那枚硬币 把中指放下去 那么应该感觉到是冷还是热还是温呢 答案是中间会感觉到两边硬币同样的冷 有意思的是中指必须触摸到硬币 它才会感觉到冷 如果没触到 那大脑是不会主动去填补空白的 让它感觉到这种冷 中指接触常温硬币所感觉到的冷 是大脑按触觉的习惯 对三根手指的温度进行了加工处理的结果 而不是硬币温度的真实反应 感觉到温觉靠不住了是吧 别担心 这个温觉还不是最没谱的 我们的痛觉更是不靠谱 因为它受心理因素的影响非常大 著名的安慰剂效应最早就是靠欺骗痛觉而引起重视的 下面我们就来做个电击试验 我们看看痛觉有多好片 我们招募了两组志愿者 一组给他们吃止疼药 一组给他们吃增痛药 看看他们效果怎么样 然后给他们的胳膊上贴上了电击贴片进行强度相同的电击刺激 理所当然 对于一般强度的电击 吃了止疼药的那一组反应就十分轻微 吃了增痛药的那一组就感觉非常疼 你把电击强度调到最大的时候 止疼药组反应仍然很小 而增痛药组就疼得难以忍受了 但实际上两组吃的所谓的止疼药增痛药成分都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淀粉 这是比较典型的安慰剂反安慰剂效应 药效对于躯体感受的影响顺应了心理预期的方向 您预期吃了药会更疼 那他真的就会感觉更疼 你预期吃了药疼痛会减轻 那就真的会减轻 他正在吃东西 要是我告诉他 他吃的食物里面有个餐饮 他会有什么反应 小兵 你吃的鱼皮花生里面有个苍蝇 被你吃下去了 人的心理预期实实在在的影响到人的心理感受 最简单的 你吃完食物以后 别人告诉你 你食物里面有个苍蝇 你就真的会感到恶心 甚至会呕吐出来 但实际上 这是开了个玩笑 这并没有苍蝇 这就是头脑中的幻象引起肠道真实的生理反应 这幻象引起肠道真实的生理反应 其实这方面的例子在生活中一点都不少见 有些人就是不能喝凉水 一喝凉水就闹肚子 而且来的还挺快 但是他们吃冰淇淋 喝冰镇气水 他就是不闹肚子 这就是头脑中喝凉水闹肚子这个错误的观念 对肠道神经系统起到了作用 实际上 人类出现几百万年都是在喝凉水的 凉水只要干净 就不会导致闹肚子 就算是不干净 细菌繁殖 它也需要时间 那种喝下去不一会就闹肚子的 多半是心理预期导的鬼 心理预期不但会引发症状 而且它还会传染 而且它还会传染 哎呀 一个人呢 如果出现中毒或者是感染症状 其他人看见了 在紧张恐惧的状态下 有的人也会相信自己中了毒 或者是被传染了 于是就出现了相同的症状 这叫群体性异病 群体性异病呢 就是由于某种错觉 幻象 心理暗示 而导致了群体生理反应 这种现象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是有过报道的 人和人之间呢 是可以相互影响传染幻象和症状的 我们自己的感官之间呢 也可以相互影响制造幻象和错觉 我们还是先体验一个最简单的 那就是把食指中指这样交叉一下 这样反着背过来 然后去触摸一个小的球形物体 比如说拿个小球 我们让它去夹住 你会感觉到好像触摸到了两个球体 这是因为食指中指这两个侧面 平时是不太可能接触到同一个物体的 现在冷不定交叉一下呢 大脑的触觉系统还是按照平时的习惯去处理的 所以就产生了错觉 这个错觉呢 在很久以前就被人们注意到了 它叫亚里士多德错觉 不过这种感觉啊 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奏效的 亚里士多德错觉 不仅与触觉有关系 还和本体感觉有关系 不同的感觉之间呢 经常会产生交叉影响 产生错觉 比如说著名的橡胶手错觉 就能很好的说明这个问题 瑞典的卡洛林斯卡学院的埃尔森教授 设计了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呢 其实很简单 这块幕布的作用呢 就是让受使者只能看见橡胶手 看不见自己的手 现在同时同步触碰真手和假手 那么受使者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你到底啥感觉 嗯 我感觉这只就是我自己的手 这个实验有点吓人 但是美国的拉玛前大林教授 还嫌这个实验不够刺激 他拿掉那只假手 直接同步扣机桌面和受使者的手 这回受使者又是什么感觉呢 哎 我感觉好像手被拉长了 然后这只桌子变成我身体的一部分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怪的错觉呢 艾尔森教授认为 人之所以会感觉自我在躯体内 是视觉触觉 本体感觉 共同感知的结果 如果像刚才那样 把这几种感知方式剥离开 就会让人产生身体的错觉 幻象错觉 不仅体现在真实的肢体感官上 还会体现在不存在的肢体上 肢体残缺的人 大概有一半人感觉失去的肢体还在 比如说 拒掉右手的小A 理直上他知道右手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在感觉上 他的右手明明还在 他还会动 还会疼 这种只存在于幻象中的肢体 叫做幻肢 是美国医生 塞拉斯·维尔·米切尔在19世纪末命名的 人不光会有幻肢 还有幻内脏 被切掉子宫的妇女 还会幻月经疼 对于病人来讲 幻这个字真是很讨厌 因为他们的感觉是千真万确的 那么为什么会存在幻肢这种夺夺怪事呢 美国的神经科学家 叫拉玛·钱德兰 他给出了答案 原来我们的大脑 为自己的身体建了个模型 映射着身体对应部位的感觉 比如说模型的右手 映射着我们右手的感觉 触觉越灵敏 分辨率越高的地方 模型对应的部位也就越大 这个模型以发现者的名字命名 叫做彭菲尔德小猪如 小猪如是动物的自体感受器 身体的真实肢体没有了 但是小猪如的肢体还是健全的 也就是说对大脑来讲 右手依然真实存在 它的感觉 比如说触觉 痛觉 本体感觉 这些感觉都还在 幻知不仅有感觉 而且这些感觉还会转移 没有了外部真实的右手 小猪如的右手的感觉 映射就无处安放了 这是大脑无法接受的 那能怎么办呢 大脑的方案就是 把右手的感觉 究竟映射到了别的外部器官上 这是拉玛·钱德兰教授 根据触碰实验 为他的一个患者绘制的 幻知转移分布图 这位患者的左手的感觉 转移他的左脸和左肩上 也就是说触摸这些地方 患者会感觉到 你触摸了他的左手 我们的体感包括了触觉 压觉 温觉 痛觉 本体感觉等等 多种感觉的协调作用 而这些感觉 又和视觉 嗅觉等等感官相互联系 甚至和心理作用相互协调和影响 了解其中可能存在的 种种假象和错觉 以及科学家们 对他们的探究 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的对待这些现象 如果能够善加利用 还能丰富生活体验 感受到生命的神奇与美好 好 本集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见 当我们眼前的景象在旋转的时候 我们就会产生错觉 认为自己也在旋转 你以为是听觉系统带来的冲击 但其实冲击的是运动系统 而 椭圆挡 球挡 可以让我们感受加速度和重力的方向 巧妙的利用听觉错觉就是一种高明的手法 比如著名的谢波德音调 它就由多个音调组成 播放这两个音的时候 有的人听到音阶是上升的 有的人听到音阶是下降的 看见的能心多少呢 如果你一开始怀疑 就听着说 我拿出一条裙子 看你是什么颜色 你毫不犹豫地说 它是蓝黑的 但特别老往看到 说明明是白金的 你俩看的一样 怎么戴着不同呢 其实你俩不用吵闹 只是大脑开的玩笑 完全变化不同 看到了就不不同 睡前还看不大片 一条我最怕的鬼片 想想过闭眼尖叫 你嘴嘴开始上桥 不让我全身戴着耳机 紧张时刻却大笑 你说我人设崩塌 怎么一下子担当 哈哈 其实我还是反笑 这份音造成高音效 听着唆呐看什么 画面都会变得高笑 天黑了 安静了 我们睡了 每个人的小小剧场 要开演了 我画面都会不会变得高 就会变得高 在哪里 那么多年 我都会变得高 到哪里 这份真的 到哪里 要开心 感谢观看